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啦 你说表现他们够不够胆 很大刀阔虎 或者放手去做事 从来在97年之后我就数不到的 因为为什么呢 怕人治港嘛 每个人揣测常议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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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喂 不是啊 我要搞个政改 当然那政改很九不答八 很垃圾 结果那是错埋牢的 你老实说 在这个制度下 你怎么能够有 好些的人才呢 你说如果 现在这班人 我说到是 邓炳强 说到是林郑月娥 说到是梁振英 说到是李家超 我敢说 他的能力呢 当然是低下 是低下 亦都不至于此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制度是合理 他是要 accountable for人民呢 他自然做事都会不同的 为什么我们每一件事 都这么多闻尋呢 他不用看这台戏的嘛 正常的制度 这些人也上不了 因为在他商量 商量的过程里面 什么东西都批准了 当然 譬如我们看看美国 那些民主制度 亦都有很多缺陷 那从来没有人说是没有缺陷的 但起码可以换人 假的也好 check and balance 互相制衡 你现在有什么制衡 你连第四拳也没有了 即是香港 有什么制衡 喂 你说 我就不觉得有哪一份 本地的报纸会像我们 啤梨漫步那样说话 那你说 这个啤梨这么多人说 我们没有影响力 不然就拉过来 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嘛 你一拉过来 你胆胆说 一拉过来 其他人胆胆说 一个都没有 好啊 嗯 好了 这一宗 这一宗呢 我就快说了 哎呀 你真是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马俊文案 马俊文案 是什么事呢 美国 美国队长2 2点0 就是呢 本来应该受完的了 今年3月25号 他就 3月23号的时候 被告知 因为你要 较早时候 应该在3月 真的要出狱池 喂 因为你行为良好 所以过两天 出监了 怎料呢 林竹坚前一晚 就跟他说 不行啊 为什么呢 大家应该记得了 他好凄凉 就刚刚呢 在 3月23号 就生效的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列明 除非懲教处处长 信纳的国安犯 不会 不利国家的安全 否则就不能提早释放 其实这条法例都写得 我真的 因为他太 他不是double negative 而是chip negative 不会不利国家安全 否则不能获提早释放 3个 3个不 于是他就司法覆核 而且在庭位上 未审完 就质疑 那个懲教处的职员呢 会不会有加油添仗啊 那我呢 一会儿都会不断讲一下内容的 你问我呢 我认为他的质疑 非常之 真的 有道理 为什么呢 喏 我先讲清楚些时日 马 准文 2020年11月24日 开始还押 就被判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成 判5年9个月 那他做过什么呀 什么事呀 其实是喊口号的 OK 好了 上诉得籍后 就改判5年 由2020年 11月 好了 2024年 即今年 2月24日 获得通知 喂 因为你行为良好 减刑 将会在3月25日 放监 喏 因为他行为良好 获得减刑 3月25日 放监 好了 而戒时呢 3月25日的时候呢 他在唐福懲教署呢 服刑了40个月啦 喏 他本身呢 是5年 即是60个月啦 减3分之1行为良好嘛 就服刑40个月 and that's why 他可以放监了 3月25日 好了 但是就在3月 23日 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 就列明了 刚才我们讲的那样东西 于是乎呢 马俊文就未能获得 良好减刑 至少要服刑多一年 但是 没有交代理由 OK 好了 既然是这样 阿马俊文就说 喂不行啊 就想要约情教署的职员 见面啦 但是都取消了 同日傍晚呢 他说 阿马俊文呢 阿马俊文呢 就只是获告知 总而言之你就不能提早获释啦 就算是的 最快都要明年 没有其他东西交代了 最快都要明年 又不知道他怎样来的 最快都要明年 是的 又不够去讲的 好了 好了 第二日 就是对国家有不利的情况 综合上述资料 委员会不信纳提早释放马俊文 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 所以不建议把马俊文的国家安全 与监管息筹委员会作提早释放的考虑 好了 好了 马俊文就说 喂 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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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纳 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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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囚人士評審委员会 他是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的 他是否应该听程教署给他的报道 给他的资料 他做成什么 而 程教署呢 之前就认为他可以的 而且 他认为可以 原来之前 就已经 是说他因为行为良好 有决心改过自身 这个是程教署给他的服刑记录 但是程教署后来呢 要写个细章给 这个 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在囚人士評審委员会 就说 就没有说他有决心改过自身 ok 呃 细章呢 就说委员会要考虑 心理专家的评估 就是对这个马俊文 但是呢 服刑记录那里呢 就没有写到马俊文需要见心理专家 那就是服刑记录就认为他很心理健康 正常行为良好 那于是乎 现在呢 马俊文的律师就在质疑着 喂 你程教署是不是因应这条条例 刚刚立到 这个是第一个 基本上呢 就是有了那个 不放人的决定 于是乎你赞写的细章呢 就是家然添醋 就不同你之前呢 对于这个马俊文的服刑记录 他们又不需要去见心理医生 又说他已经行为良好 又说他有改过自身的 决心啊 但是这些 就是对他正面的东西呢 就在他写给这个 犯危害国家安全委员会 在囚人士評審委员会 那封信的细章里面呢 是完全没有提及的 喏 那你问我呢 就说完了 你大家觉得是怎样 很明显 对吧 那你怎么办呢 香港 你放了他 其实老实说 你问我 这条条例 就算你要立 也不能够这样 以我们普通法去想 去追溯回这些在囚人士的 应该是由3月23号立法 也对 3月23号 之后 罪成关于国安法 国家安全 或者想关于罪行 的人 你用这条法例 都是合回法律上的程序正义 你不如有什么可能 突然这样的生效呢 首先 我之前判了这些 你这样真的无法搞 你想问 为什么香港主席搞不起 好了 另外我今天看到廉署拘捕148人 148人 那是什么呢 包括刮泥工 包括电工 的专业资格 是什么事呢 原来 无论你是刮泥 以及你做电工 除了你考试之外 你也是有些事情 譬如我拼你 是否可以去考电工 A牌 当然不行 我有僱主去证明我 在这个圈里面 做过多少年 达到什么水准 于是不再考试 那廉署拘捕这148人 就发觉原来 有几个不同的僱主 是收钱 和偽造他曾经服务的记录 那严不严重呢 当然严重 好了 但是呢 又很过眼 记者查回这148个人 因为这样的假 履历 去拿到学历 拿到这个资格的人呢 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 做的工程 是未出现过危险 倒垠 各样东西的 ok 那我认为廉署 当然做得好 那我现在要问 既然你 一收到料 这么快 有当年有人报算 假资历 香港大学大量百人被你抓 香港大学界 现在被抓到人了 我不说你不抓 你还没抓 这148个人 透过贪污手段 拿到主业资格的 泥工工程公司 电工 维修电器的工程公司 那大学呢 很多 很多 对吧 多很多 除此 教职员 他也有 我怀疑有 我怀疑有 ok 好了 另外 这个呢 其实 我也不明白 你俩 这一段 不过你追回2018 19 是否说呢 那 有个石门村的公屋住户 ok 我不知道 公屋是否每一年都 申报一下你的财政状况 那样 他在2018和2019年 香港 房屋处交交的两份申报表里面 都没有列明他在香港有住宅物业 而他 是有一个元朗的住宅物业的 调查 揭发他 今年五月呢 房屋处呢 已经是收回他在石门的公屋单位 好了 而 他违反这个房屋条例被检控呢 较早前呢 就在沙田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 我们已经有说过这件新闻 压后到昨天判刑 裁判官考虑到案情的严重性 以及涉及宝贵的公屋资源 认为不适合判处社会服务令 于是乎 判处他 两项罪名 第一项 就是违反这个房屋条例 第二项就是申请公屋一事 明以作出虚假陳述 两条罪 每条罪都要判监20日 其中10日同期执行 即是30日 那么30日就 没有减 没有减减的 要受足的 尬你到尾 即是我又不会同情它 绝对 但是我觉得 尬你到尾 你打架劫舍 开车撞的人 都说坐牢而已 尬你到尾 你现在唯有一间公屋 你自己又有樓 自己还有樓 尬你到尾 尬你到尾 你都要坐牢 真是很狠狠 真是很狠狠 休息一会